来看一下这次黄金马车 它是9月3日到12月16日 也就意味着12月17日 这个韩服将迎来下一个的冬季版本 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然后它这一次一共有13周总共91天的签到 但是它这一次的奖励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就是没有宠物送了 然后就是没有伤害皮肤箱子了 那么取而代之就是一些交换券 它这些一些理发跟整容的券 然后这是一个眼瞳的 就是那个瞳孔的变色券 这是一个奇宠 这是一个戒指交换券 是可以选择的 然后这是一个 一个点状 一个点状 一个 标露的奇宠 然后这是个 花瓣的皮肤交换券 这是椅子的选择型 选择衔奖 那只能追算 在哪里 这只能飢驾 在哪里 隔 sparkle 这个变色 就是那个 你送到什么 它是一個點裝的箱子 這個效果還是一則 本色森林的單位傷害皮膚 最後是一個 一個理髮券 所以它這一次的獎勵發生比較大調整 然後就是跟一網一樣 首先你要達到一百零一級以上 然後就是你要在線一小時 週六週日是計算兩格 然後就是你錯過一天 注意它是錯過一格為單位 以格為單位 然後你錯過一格 你要用這個 這個 golden pass來 彌補你錯過的那些 錯過的部分 然後你用一次效 三千五百這個 迪龍券 然後這個 黃金馬場先看到這裡 對